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解了关键真动画 那这节课再为大家带来一节实际案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小球弹跳动画和小球变形动画 那这节课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实际案例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小人行走动画 这个动画大部分都是通过建立逐针关键针来实现的 好下边来看一下我们的工程文件 这个文件也会为同学们分享在下载包里边 好 选择空白处按爱键 则可以控制项目的入点 向后数针 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结尾处 然后按下O键 则可以控制我们项目的结束点 好 我们要在这个区域新建我们的动画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项目 项目中检查器属性 看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把项目修改了一个比较深的绿色 青绿色 然后背景选择为环境 这里有透明实现和环境 透明的话是方便你建立一个透明涂层 不管你选用的是什么颜色 输出出来的将是透明层的背景 好 这里我再修改回环境 那我们输出的时候 背景色就是画面上显示的这个颜色 好 下边就是导入素材 我们现在文件浏览器中 找到我们想要导入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小橘子 是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文件的AI文件 好 导入这个AI文件 好 这个文件已经被导入了 我们调整它的位置 和大小 好 接下来调整这个橘子的播放时间 好 我们把橘子拖拽到整个项目播放时间之上 好 来到橘子的初点 我们来看这个橘子 现在我们将要为它添加两条腿 那我使用的是背塞而曲线 来为小人添加两只腿 好 点击两个点就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建另外一只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要为新建的这三个原件 编辑一个新的图层 方便 方便以后我们进行项目的管理 最上方新建群组 然后把这三个 图层 拖拽到新群组之中 当然如果你是自己新建立的一个项目 则不用这样子操作 因为我直接是在工程文件的后边 直接添加的这个讲解课程文件 好 我们来到了新的群组 可以为群组重新命名 其名叫橘子 好 下边我还需要把两条腿也分别建立群组 方便我以后对群组进行操作 好 下边就是为这个橘子添加两只圆形的角 我们来画两个圆形 然后分别把脚拖拽到相应的一个群组之中 我们为群组重新命名 第一个叫左腿 第二个就是右腿 好了 重新命名也完成了 那下边就是要对 被塞曲线进行调整 然后在监察器 下边的 两条腿我们不需要有填充 需要的指示 外框就可以了 好 现在要调整 外框的宽度3 好像小了一点 我们调整 我们调成10 看一下 好像腿还是太细了一点 那我们直接拖拽 拖拽到我们觉得还不错 比较舒服的一个宽度 再继续做一下V条 好 现在两条腿也建立完成了 然后就是调整两只脚的位置 我们把脚和腿连得更加舒服一些 好 下边是编辑两条腿的颜色 我们使用吸管 在橘子的边缘 轻微的吸一下 让两条腿和橘子融为一体 两只脚也需要编辑颜色 好 我们直接在腿部吸取一个颜色就好了 好 这个样子 小橘子的腿脚已经建立完成了 我们再继续做一点点的V条 把脚变得稍微小一点点 好 这个样子 看出来 这个橘子的两条腿和脚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再做一点点的V条 好 现在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下边要为大家讲的就是人物行走运动的运动规律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橘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橘子它行走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好 我们来看这只腿 这只腿应该向前脉 对吧 然后脉开腿 前腿向后脉 两只腿交叉的 有一个运动 这个小人才会行走起来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建立 首先 首先来到选择器 选择编辑点 我们要对腿部进行关键针的编辑 我们要在腿部的中间加上一个膝盖的关节 我们选择添加点 好 此时小人的膝盖就有了 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假定的小人的膝盖 同时左腿也需要 我们继续添加点 好 小人的两个膝盖已经有了 但是两个膝盖的角度实在是太硬了 我们现在要调整 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弯曲的状态 选择关键点 编辑平滑 右键 点击平滑就可以了 小人的腿就不会显得那么的生硬 好了 这个就像我们的背撒曲线一样 同样可以对它进行编辑和调节 在以后小人行走的这个过程中 主要就是依靠他的膝盖和两只脚的交替来实现的 我们继续把这个点也变成平滑 然后同样我们把脚 摆在腿之上 好 调整一下橘子的身子 然后橘子的两条腿的第一针初始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状态 那下边就需要对它的编辑点进行关键针的编辑 我们再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微调 好 下边就是要通过关键针来建立小人行走的整个过程了 我们下边就要通过关键针来建立小人行走的整个过程了 我们下边就要通过关键针来建立小人行走的整个过程了